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上去呢 像是有个紧凑而张扬的头盔在保护他的脑袋 他这个发型既能反映他保守的特点 又能反映他傲慢的特点 在六月初某一次外出活动的时候 特朗普心血来潮的换了一种梳头的方式 整一大背头 其实对于那种有权有势 家里有矿的商业大佬来说 这背头非常符合他们的形象 那种发型似乎写满了自己傲人的商业经历 散发着一切尽在掌握的自信 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 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大背头了 但是美国人民却表示 接受不了 作为一个本来就很有争议的总统 整一大背头出来 大伙好像有点恐慌 不知道这人想干嘛 当天晚上再次出镜的时候 特朗普的发型已经改回了原来的样子 可见在放飞自我和支持率面前 他只能选择一样 跟美国隔着大西洋的英国 也有一个人以惯异的发型著称 他就是前英国外交部长鲍里斯 做外交部长之前 他也曾经是伦敦的市长 做市长之前 他在报社当主编写稿子 鲍里斯也像特朗普一样顶着一头金发 但是他的发型与众不同 是从中间向四面八方散开的 而且发散的毫无规律 角度可以任意变化 光看这个发型就能想象鲍里斯这个人有着怎样不羁的灵魂 他讲起话来貌似不怎么深思熟虑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怎么痛快就怎么想 得罪的人大不了回头再给他道个歉 就这么这一人 有人把鲍里斯称作是英国版的特朗普 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 其实出发点还是发型和言论 其实这俩人有相似之处 但是完全不同 当我们从发型这个细节的地方开始谈一个人的时候 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变得很重要了 或许将来我们会经常提到他 在上个礼拜英国首相候选人的第一次投票中 鲍里斯的得票率遥遥领先 第二名只有他的三分之一 有了这个优秀的票数 鲍里斯的支持者们或许已经开始帮他筹备庆祝活动了 那个举止得体 一着考究 带人真诚的特雷沙梅在6月7号宣布辞职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会勉为其难的继续担任首相 直到新首相诞生 选新首相就是选保守党的一把手 选择的办法是由保守党议员先在竞争者里投票挑俩人 然后再由十几万的保守党成员投票选出最终的那个人 这三百多议员过几天还要再投一次 从后边几个人里给鲍里斯挑一个竞争对手 其实早在做市长的时候 鲍里斯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但是引起世界最大关注的还是他在英国脱欧这件事上 那时候鲍里斯是彻头彻尾的脱欧派 当然他现在依然如此 当时鲍里斯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发表他的脱欧言论 鼓励和怂恿英国人投票脱离欧盟 他的发型趁着英国脱欧这个大事迅速窜红 投票结果出来之后 刘欧派首相凯梅伦引咎辞职 如何分手的事就交给了继任者特雷莎梅 她是一个很倒霉的女首相 要不是脱欧这件事啊 特雷莎或许也没这么快 就搬进了首相府 但是因为脱欧这件事呢 特雷莎也没想到这么快 就含泪收拾东西离开首相府 特雷莎梅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刘欧派 这点跟巴里斯正好相反 但是公投是民主国家最高的民主行为 它的结果神圣而不可否定 投出的结果是脱离欧盟 那就必须要离开 即使仅仅多了一票 也要走 在英国人后悔的时候 特雷莎不止一次表达过这个观点 这是她作为英国首相的职责 即使每天都过得言不由衷 也没办法 因为脱欧谈判注定是自己首相生涯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特雷莎就把鲍里斯 任命为自己的外交部长 既然是外交部长 那就得经常去跟外人打交道 换句话说 脱欧工作原本是鲍里斯出面主持的 您不是喜欢玩这个吗 那您行您上 然而首相毕竟是个刘欧派 让一个舍不得离开的人负责分手事宜 那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特雷莎的刘欧立场 必然影响他的行为 他是想用最体面的方式离开 离开之后尽可能的保持 跟欧盟的关系 让脱欧对英国的损失 最小化 好处 最大化 最好彼此可以常回家看看 他的这个理念呢 就跟自己的外交部长 鲍里斯产生了严重分歧 要是依着鲍里斯的话说 欧盟什么条件 或者对英国什么坏处 不是他最看重的 他在乎的是早点离开 然后打扫房间和厨房 重新过日子 俩人谈不拢 特雷莎干脆自己参与谈判 把外交部长亮一边 鲍里斯在2018年7月份 含恨辞职 因为不想离开 所以脱欧协议谈的是无比艰难啊 几乎是掐着截止日期才定下来的 但是梅宜的那个协议呢 却是在议会惨遭否决 屡战屡败 之后梅宜反复奔走 在欧盟和各党派之间 却一直没有个结果 大家对他的热情和好感 也逐渐耗尽了 首相生涯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辞职之后的鲍里斯 重新回到报社干编辑那个老板行 在那儿他有笔如刀 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据说光是专栏的稿筹 一年就有25万营吧 看到这儿 我就得奉劝各位男同学了 作为一个男人 年轻的时候一定得多长点本事 看人鲍里斯 竟可以做国家公务员退 还能回去上班领高薪 虽然鲍里斯其貌不扬 发型混乱 谈吐也不优雅 好像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一样 但是真正有文化的人 反而是才傲物 放荡不羁 一点不在乎自己的形象 鲍里斯毕业于牛津大学 古典文学专业 已经写了十来本书了 三四种语言 张口就来 要是在英国议会 选一个最有文化的人 不是鲍里斯 那就是鲍里斯 25万英镑 换算成人民币 200多万 这还不算他的其他收入 收入可是一个人 能力最直白的体现 在做编辑写稿子的那几年 鲍里斯就经常上电视 真编实弊 推销自己 圈了一大片粉丝 这对他后来成功 做伦敦市长有很大帮助 如今他一只脚 已经跨进了首相府的门槛 如果有人仅仅因为发型和言论 就认为他是英国版的特朗普 那就太肤浅了 梅伊的那个倒霉的脱欧协议 被挑剔的英国议员们 批得是一塌糊涂 甚至在他们保守党内部 也意见不一 争取多数同意 都特别费劲 然而现在 在他们支持鲍里斯 做首相这件事上 态度倒是出奇的一致 那梅首相呢 也坐在前排参与了投票 得知最后的结果 他的心里一定是非常的沧桑的 自己曾经为国家付出了那么多努力 何尝有过如此风光的时刻呢 鲍里斯是一个纯粹的脱欧派 保守党议员小一半人同意 让他找欧盟谈分手 可见大家多么希望有人出面 早点了了这事 还比 还比此一个六根清净 纵使是硬脱欧 他们也能接受啊 鲍里斯就是一个 为了脱欧 可以不择手段的人 他自己也亲口承认了 硬脱欧 是自己的一个选项 鲍里斯出生于美国纽约 身上有犹太人的血统 对犹太教态度虔诚 因为自己的优越感 所以他有点排外 反对外来移民 而他所在的保守党 似乎又给他扣上了一个 保守主义的帽子 那什么是保守主义呢 咱们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知道了 以近乎自私自利的方式 保护本国利益 不惜损害他人 相似的人容易一见钟情 所以特朗普对鲍里斯 是非常的欣赏 在他六月初去英国做客之前 曾经对记者说 英国首相的几位候选人 曾经发私信给他 希望他在推特上 给他们叫声好 但是他没有理会对方 然后他话锋一转 他说 假如鲍里斯当选英国首相的话 他一定会做得很好 特朗普这个表态 引起了英国人的抗议 他觉得特朗普 这是在干涉自家内政啊 其他国家 你随便影响去 你有流量 别人拿你没办法 那我们英国可是全球第一批的民主国家 你美国连地名都是抄我们的 我们的首相怎么就关你 什么事了呢 看情况 鲍里斯并不是找特朗普 私信求推广的那个人 然而特朗普的免费宣传 也没有得到鲍里斯的感激 当特朗普到英国后 主动提出跟鲍里斯见个面 也被对方给拒绝了 鲍里斯托人带话给特朗普说 兄弟我这种忙着竞选呢 我实在没空见人啊 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拒绝一个人 鲍里斯的这个理由看似最合理 也最不合理 竞选阶段能跟特朗普这样的大威同框 那是很多选手梦寐以求的事 但是呢 鲍里斯不这么做 只能说他想跟特朗普这个没文化的人啊 划清界限 他想告诉英国人 跟这个干涉英国内政的人啊 我们俩没关系 他也不想因为这事 让人认为他是蹭热点爬上去的 虽然鲍里斯身处保守党 但是英国的保守党只能说是中间靠右 而并不是美国共和党那种直接在右边的 鲍里斯因为他的优越感而排外 但是他并不反对全球化 他一直认为英国离开欧盟 可以重建自己的独立外交 可以跟全球任何有利可图的国家做生意 这是离开欧盟 重新走向独立自主的正确方向 在这一点上 他跟特朗普完全不同 那么鲍里斯到底是不是下一届英国首相 谜底最迟在七月底就会揭开 假如这个人真的做了英国首相 那么世界政坛又会多出一些喜剧的色彩 况且在整个欧洲 特朗普最喜欢的国家就是有英国 一大把年纪的他到时候或许会倒追鲍里斯 那么鲍里斯如何巧妙的处理和特朗普的关系 非常值得我们的期待 大家都把他们俩当作一类人 而鲍里斯要做的就是澄清这种误会 好了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 欢迎建议 或者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我们的当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已经完结 并在公众号时政很简单上 有免费时听板块 您可以关注 获取更多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